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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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哈喽 大家好,我是DINNY 我是Jimmy 今天这个天气不是很好,下了少少雨 不過不怕,我們都是出來拍視頻 堅持出來拍影片 將最好的成員給大家 供大家去參觀 這次我們應觀眾的一個要求 因為有些人說想看一下 金溫這個盤,九州保利天和的 九州保利天和這個盤是兩個虛弗商合作的 第一個就是九州集團 九州集團是一個珠虛的本地虛弗商來的地道舍 保利大家都知道的是一個央企 也是世界五百強來的 實力都非常豐厚 而且這個盤有了解過的朋友都知道 它是一個比較靚的盤 拿來住住或者退休度假都非常適合的 可以看過去這邊 就是它的一個高爾夫球蟲 非常多的一個高爾夫球蟲 除了易主之外外外地的人都可以 進來這個高爾夫球蟲打高爾夫 所以它的一個環境和陸化都會比較舒適一點 是,那我們事不宜遲現在進去看看 好了,我們現在這裏入到薩洛部的 這裏入到區位地道 跟大家解一下 先解一下 我們位置在這個位置 洪空新城 四個大字在這裏 有些朋友會問到 什麼叫洪空新城 洪空新城是這樣的 在金灣有一個機場 在這裏 在駐海機場這個位置 洪空業是金灣區的一個主要產業之一 在世界的五大洪展之一 中國國際洪展是指定在金灣區舉辦的 這個洪空申請的由來就是這樣 那應時的話呢 香港過來金灣 我們知道我們的樓盤是怎樣來的方便呢 第一就是 廣州大橋 我們廣州大橋在香港那邊出發 30分鐘到我們的陽宮島 然後我們陽宮島行這個市區的路 落市區的路 然後行這個珠海大橋 接駁這個金灣立交 過來我們樓盤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小時的時間 比較久一點 那還有一個呢 就在中拱城那裏 坐船到我們的九州港 接著呢 在九州港都是 走廣州區這邊的路 到我們樓盤的話 都是大約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的時間 都是比較久的 現時的話 不過不怕 現在的話 是為了 即是 書通過交通的書款 那我們 都是見到幾條橋的 第一條是 紅河大橋 紅河大橋 它是一個 廣州大橋的西營線來的 西營線 那 即是不用下高速 即是 直接可以接駁到我們金灣的 那比較快些 二十分鐘就可以 同時去到我們金灣的了 第二橋呢 第二個橋呢 就是金海大橋 那 金海大橋的話呢 是由橫琴那邊 連接過來我們金灣的 這個呢 就是 方便去長龍灣 那 我們樓盤過去橫琴的話 大概是十五分鐘的時間 這個比較快的 那 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廣珠城櫃 那 廣珠城櫃的話 它已經是虛通了的 這個大約一期已經虛通了的 即是由廣州那邊呢 到來我們的黃琴呢 大概 到來黃琴呢 已經通車的了 到時的話呢 會經過這個金海大橋 即是 它橋上行車 下面的話呢 是行輕軌的 到我們樓盤呢 到時我們樓盤附近有一個 叫做深造站 我們樓盤過去附近的話 我們樓盤過去附近的話 大概就十五分鐘的時間 就去到那個輕軌附的了 那 說回我們樓盤的一個配套 樓盤的配套呢 可以看到 這裡呢 有一個金溫太陽公園 即是可以去運動 那 下面的話呢 有一個金溫區人民醫院 重點要說一下 這個金鐘 金湖公園 這個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室地公園 平時的話 都可以去那裡去散步 那 還有的話呢 他的商業配套 的話 是一個 有一個 健緊的 即是 華佛商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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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佛商都3.0 華佛商都3.0 華佛商都2.0 華佛商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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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浩浩大橋、羅橋點的一個位置 看回我們的項目 這一部分的話是它的一個必墅區 可以看到有很多高爾夫球場在這裡 所以都是一個住住、度假退休的一個好地方 現在賣的那些高層用品的話就是這裡 深旗,這裡是深旗來的 有十一棟建築 這裡是二旗 這裡是一旗 這邊的話就已經賣光了 現在呢,只要不是這樣的 是深旗這邊 還有,它後面整體的一個錄畫都比較高 德坑深旗這邊它的一個錄畫 就已經達到35% 而且,今星有共渡 就是它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就是一個 建設品的一個錄畫 都比較適合的 所以,後面的話它 在夢字高會 就進去夢主 夢主 夢主 最佳就是在上面這裡 這裡 這裡是它的一個金溫 紅空深盛的一個產業 產業 那些產業服務中心 和精版的一個滑白箱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現在呢,我們 我旁邊那裡還有一個 大地的那些深旗的一個沙盆 我們去那裡全世界 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裡呢,就是它深旗的一個沙盆 可以看到有十一棟建築的 二、四、六、八、十、十一棟 那它小區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這麼大的一個 足球場在這裡 還有那些泡道的 那這裡是深個那些全場的一個林球場 那這裡還有兩個那些野茅球場 所以幻動食屎都有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還有一個 是恭敬配套來的 那到時的話是做回幼稚園 還有那些小學 阿公、葉子、有些有小朋友的去在這裡讀書 那現在呢,整一個項目 最受緊的是六棟 六棟,六號樓啦 七號樓 八號樓,還有這八號樓 還有這三號樓 三號樓的話它是流氓燈外來的 那現在它最受緊的一個面積呢 就有九十九平方米 做到三棟兩廳兩位的 一百二十二平方米 一百四十平方米 全部都是兩梯四波的 那八棟這裏啦 八棟這裏呢,是有那些大面積 一百七十三平方米 這裏主要都是大面積的 一百四十到一百七十三平方米 那它整體賣的一個關鍵呢 就是兩吻五到兩吻八左右 成一個號樓 那號樓的一個東邊就是這裏 這裏東邊孟高與虎的 那北邊這邊過去就是三號樓 孟高與虎的 那林兵這裏就用回它的一個 旅營景等等 那整個項目的一個錄法呢 就有百分之三十五 本禮拜是有三元的 就補你物業 國家一級物業來的 那這個就是它小區的一個城鋒 而且還有一個遊影池在這裏的 那它每一期的話都有這些遊影池和運動設施的 不單單說是這三期才有的 那一期都有 所以樓盤的一個質素都會比較高些 那現在呢就帶大家去看看它的一個用品間是怎樣 我們現在呢就帶大家去看看圓品間 那我們走的這裏呢都是小區裏面的 可以看到這邊過去啦 可以看到有個湖在這裏 會比較舒服一點 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邊呢可以看到正在見面的那些 就是新旗來的 那邊就是新旗來的 那這些電腦就是二旗來的 那邊梦出 從筆梦出去 就是我們這邊的一個高爾夫的一個位置 所以它的一個景觀都會比較好些 那我們陽板間呢就是臨時特徑的 就在這個前面少許的地方 那陽板間就是臨時特徑的 它都是一比一的這樣的感覺去突出的 所以看到的東西都是真神的 就不會說好像有DL的魔形那樣 不會的 那它一期和二期的話就已經賣完了 那現在三期這邊就賣了 現在呢都是2020年這樣去購物 不過一般的話 開發商都會提前半年這樣去購物 好 好 現在呢就到了要粉筋的門口 這個呢是一個 139平方幾張位 寧心護形來的 四室兩廳兩位 即是四個房 這個就是它的護形圖 都比較封正的 是 四四正正的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是 對 這邊呢 做到一個系櫃 來的 系櫃 那系櫃 對面呢就是一個廚房 是 這邊可以看到它一個門的話 是 密碼 和那些 密碼子民所來的 安靜系數會比較高 這個是它的一個廚房 一字形的 到時膠樓是 因為膠樓是大精裝修的 就是一些心建杜 這些消毒櫃 還有這些 塑腿 抽油影機 這些都帶有的 還有包括這些櫃 這些洗手腿 都工理正好的 對 而且這邊呢 這邊放不到 這邊有個生活路腿在這裏 現在又出不去 它是遇留了洗衣機的位置 那邊 遇留了洗衣機的位置 那到時弄深度在這裏弄的 這邊的話 它就做了一個同門的 它的客廳呢 和餐廳呢 是聯在一起的 是 是一個念廳來的 那餐廳這裏的話 就放了 綠營的一張桌 那一個家庭去使用的話 就剛剛好的了 那它的 客廳呢 都比較寬的 那有成 4米的一個空間 是 那這裏 那這裏的話 一個超長的用體 是 綠營水的話 都比較大的 啊 和這邊的一間 一間 合縫連在一起 可以看到 綠營水非常之滑綠 那到時 看出去的景觀呢 就是高爾夫了 是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個縫間的佈局 這邊有一間縫 那這間縫 都可以造成一間 嬰兒房 那樣 你看 這裡放一張床 那到時 這裡還有這麼低的一個空間 可以放一張桌 啊 這裡就放一個衣櫃 空間都 足夠更小的了 是 那這邊的話 這是一個洗手間來的 那到時的話 這些 這些洗手台啊 馬礦啊 和洗澡房的位置 都是一模一樣 夠留給你的 是 是 這裏就是它 另一間客房 連出去的話 就是我們 用腿的一個位置 所以它的一個通風 取功方面都會比較舒適一點 比較舒適一點 是 那放一種蟲 在這裏 可以放兩個通風 然後再整個衣櫃 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空間來說 都會比較實用一點 是 那它 那這邊的話 就是它主用鎔 主用鎔 比較大 這裏做了一個 挑衝的一個位置 然後還可以放兩個 重度鎔 然後放一種蟲 在這裏 這裏還有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是 而且這裏呢 還有一個衣帽 在這裏 雙皮的一個衣櫃 是 是 那裏面的話 就是一個套匙 是 套匙都知道的 聽過我們計算這麼多的話 這些都是有的了 是 而且它這邊的一個馬桶 是那些 定紙馬桶來的 自動的 都會比較高級一點的 因為它保利所運用的 那些中修材料 都是那些一級材料來的 都比較高端一點 那這個用品羹 就是一個 139屏風的 做到四瓶 兩個衛生間 兩個廳 十段路這個都非常高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會員的介紹 我們稍後會帶大家 去看周邊的情況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 去逛周邊 我們九州保利天和這個項目 就位於紅河大橋落橋點位置 就是我們現在行的這條路 大橋於今年紅展城就會通車 而且這條路以後 都是打造一個 金溫的情侶路 那金溫大家眾所周知的就是 我們的 金溫洪洪山城產業園 那大家比較熟知的就是 金溫精品華佛雙刀 未來作為金溫區的一個大型商業體 有去過南平華佛雙刀的朋友 相信對華佛雙刀都一定不會陌生 除了華佛雙刀之外 還有市民藝術中心 國際商網中心 陳業服務中心 這些都是現在建設中的大型項目 除了這些商業封面之外 現在建設中的還有 我們樓盤附近的金湖公園 太育公園 以及濱海和中心河濕地公園等 遊行陪圖 所以樓盤未來的升值空間非常之大 最主要的就是樓盤位於 紅河堤橋六橋點位置 未來交通封面 深十分鐘就可以分到珠海市區 還有項目是坐落 金溫公園庫球場裡面 居住的環境和舒適度是非常舒服的 樓盤自身的質素是非常之高 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 現在周邊還沒有什麼陪圖 好了,這一期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WhatsApp我們 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號 我們會推出更多靈魂給大家觀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